相信今天对于癌症患者来说是个充满希望的大日子,因为无数国内癌症患者,巧手,一汉的抗阿神妖,PDE,终于都要正式来到国内了。 中国癌症终于迎来的免疫时代,中国的患者终于能在家门口卖到PDE药物了。 今天欧药和K药同时铺出了重磅新闻,快和Rofi一起来看看吧。 BMS公司已关关全面公布其欧药价格,建议零售价,100毫克每时毫升9,260元,40毫克每时毫升4,590亿元。 用法用量,Opdivo用药信息汇总,一,Opdivo国内购药时间,2018年8月28号,备注,以上建议零售价跟各药店的实际价格会有一定差异,一患者购药店为准。 2. 是否有增药,增药或医保政策还在谈判中,稍后公布,如果不能进入国家医保,将有增药。 所有符合条件的患者均可从右药第一天诉,提醒,零好够要发票的。 3. 国内破坯适应症,X3阴性和Og3阴性,既往接受过含脱方案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FCLC,成为患者。 4. 国内首批销售的药店,因为采购药品的周期和流程比较长,新药上市是不能很快的进到,或先在DTP药房进行销售。 据了解,欧药上市后,将同时覆盖大约50个城市,每个城市有一到两家药店销售。 具体城市包括北京、石家庄、藤山、大庆、哈尔滨、长春、大远、沈阳、西南、青岛、燕海、威海、太原、西安、天津、乌鲁木齐、东卦、宝山、湛江、幌州、深圳、珠海、成都、卢州、重庆、河飞、安阳、洛阳、南阳、郑州、武汉、长沙、长州、淮安、南京、南通、苏州、 泰州、泰州、武汐、徐州、延城、廉阳、扬州、上海、福州、厦门、杭州、宁波、绍兴、台州、温州等。 去外地够药的患者应该注意,欧药需要保证2到8度注存和运输,否则会影响要品质量。 5.哪些肺癌患者适合使用OPTILO? 国际上已经将免疫内入肺癌的指南,最新SACN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只能推荐符合下列情况的患者使用PDEPDLE免疫检查定义制剂。 当PDLE表达大于等于50%的X,原来GELOA3G没有基因突变因性患者。 1线可以直接选用PDEPDLE免疫检查定义制剂,或在化疗,把相失败的二线及三线上都可以使用PDEPDLE免疫检查定义制剂。 对于LOS-E重排阳性的患者,医线推荐百项药物,疾病进展后可以进行PD-E-PD-L以免疫检查定义致剂。 此外,相关研究证实,CRAS基因突变,行,EXFER基因正常形,吸烟症PD-E效果更好。 6.FDA-PGED-OPDIVO是印证集用把用量大全,K要今日正式登陆中国。 2018年7月20日,墨沙东的重磅创新药物帕国立足单抗注射业英文商品宁, 批除了民间简称K要的上市申请,正是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用于黑色素流,即7月获批后,K要已于今天运递中国,正式登陆中国市场。 中国患者再也不用奔波于香港和海外,可以更便捷地用上正规途径的药了。 K出的重要信息汇总,一,K出的要品信息,PD-E抗计帕国立足单抗注射业,商品名,可瑞达,英文名。 K出的适应证,一线失败的不可接触,扩转移性黑色素流,生产厂家,墨沙东。 K出的在国内获批的适应证,这次K要获批上市,针对的是晚期恶性黑色素流。 它是目前国内唯一获批,针对这个患者群体的PD-E抑制剂。 而且从递交到货批用时不到6个月,创下了中国进口炭重流,生物之际最快审批记录。 三,K出的在国内的价格及购药时间,K要近日刚运抵中国,距离正式购药还有一段时间,确切价格暂未公布。 根据FDA在最新起药方案,以一个50千克,标准体重的并有外力,K要的优量是100毫克,三周一次,每月的花费大约在3到4万元。 根据欧要在国内的定价,希望K出的在内地正式上去后,价格也能打幅度下降。 价格公布后,全球种流医生网易学部长,为大家第一时间报导。 四,是否有政要,有慈善机构去传江和墨沙都缘合公布帕博力助担抗患者援助项目,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援助内容和细则,将会在近期公布。 五,FDA批准的Opdiva是印证其用法用量大全,随着国家领导的重视, 今年以来,要监局对抗癌新药大开绿灯,Opdiva从递交上市到获批力1226天, K出的责力是164天,PD医药物的申报审批路径清晰以后, 在中国的上市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上市后的重中之重, 就是将这款李国立民的抗癌神药纳入医保,让更多的晚期癌症患者真正获益。 想进一步了解,免疫资讯或申请密疑专家会诊, 特添加肿瘤专业医学顾问提交病例,获得初步诊疗意见, 或者便医学部次00666799吧。 爱度,IO学社,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